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我是你們的笑編,K. 有一個年輕的美女叫做盧拉, 你一個性感又漂亮的美女剛才脫了衣服, 就被網友說了,她的身體真的很噁心。 現代的女性普遍被認為自由,而且輕鬆了很多, 女權的主義也逐漸高漲。 但是很多人都認為現代的女性已經幾乎完全不解放了, 但事實又是否這樣呢? 根據GlobalNob的報導,有一名年輕的美女叫做盧拉, 她最近在網絡上成為很多網友關注而且討論的話題, 因為她最近在網絡上鋪了一張露出疫毛的照片, 而那張露毛照光是分享就已經突破了2300次, 她的Fans page也超過了14000個贊, 但你以為這是一件好事嗎? 其實原來不是喔! 剃掉你的易奴,你這個令人討厭的女人, 你令我吐了146次, 我會來殺死你,你這個噁心的家夥, 沒想過盧拉接種以來需要面對的, 既然是種種不堪入目的侮辱性流言, 但她依然選擇以和平的方式去面對, 她就這樣說,她是為了自己才做這件事的。 雖然網絡化妮是一個很平常的問題, 但無可否認的是, 現代我們的社會裏面, 女生要去模是一個普遍被接受的觀念, 不剃掉易奴的女生, 會令很多人無法接受。 然而,對於這個現象, 盧拉就有話想說了, 我事常都被告知, 男女都是平等的這件事, 應該代表所有女生都有足夠的權利, 去做我們想做的事。 但是,很明顯, 有些文化衝突, 還是無法完全證明到男女其實是平等。 即使到了現代, 很多人都依然在女孩之境外, 設下了一個理想的標準。 一旦那些標準沒有被達到, 或者有些不同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批判。 但是, 除暮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甚至乎她有時候會造成女性不舒服, 而且還會造成逆下出現紅點和爆痕等等。 盧拉就說, 其實, 我並不是討厭刮螢幕, 只是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出選擇。 我爽快的時候, 就刮螢幕, 不喜歡的時候, 就等毛留住,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我的選擇, 就是這麼簡單。 有些女人喜歡去毛, 有些就不喜歡, 所以無論最後的決定是什麼都好, 這些都是女人自己可以決定的事情。 其實沒有人是需要去懼怕任何心理上的欺負, 或者別人的批評。 最後, 盧拉繼續說, 這樣是提醒了我自己, 是有多久生活。 所以, 小編希望大家記得分享, 鼓勵身邊的朋友, 而為自己活下去, 不要被其他人的負面留言, 而影響到自己。 再見!